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希腊文化的对话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独特的支出 另外一个呢 佛教呢 它是一个非常讲究这个哲理的宗教 所以在这个哲学思想的发展中间 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发展中间 佛教是占着很大的比重 一部这个中国哲学史你看 里面涉及到佛教思想的 是非常之多的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个历史 它有着这个东方智慧的特点 这是其他的宗教呢 所不同的 另外一个我们看它的这个经典来讲 佛教的经典呢也是浩如洋海 我们说这个大藏经 然后现在还有这个不同文字 不同版本的那么很多学者一辈子 就是从事这种经典的研究 而且经典的翻译的话呢 在世界翻译史上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呢 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中之重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所既有这个大藏经的研究 又有这个旭大藏经的研究 那么还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个 藏外佛教经典的研究 所以这个经典研究呢 是我们对佛教的思想 它的系统化 它的体系化 包括它的逻辑啊 能够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那么再一个就是现状 我们看的现状 佛教现在非常的活跃 尤其是在中国特别的活跃 应该说今天世界上 佛教最有活跃的国度是中国 那么中国的佛教是引领着 世界佛教发展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呢 佛教在中国文化的 现代担当上 它有着一不容辞的责任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我们研究佛教呢 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 所以佛教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从思想文化 艺术 这个方面的研究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从不同的宗教的比较对话 不同的社会层面的对话 不同思想文化的对话 这都是有这个佛教的 它这个非常活跃的身影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对现在佛教的研究呢 应该也要下大气力 而且这个尤其是我们今天提出 这个宗教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中间 佛教在宗教中国化的发展上 起了一个引领的作用 起了一个典范的作用 而且在今天呢 它还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很多的思考 和经验